在城市穿梭最便利的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大家聯想到的一定就是公車啦 不管是上班或是上學的通勤族 还是长辈要回医院看診 都是最值得信赖的工具 今天要介绍的司机 当初怎么会选择公车来作为职业呢 我开公车大约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为什么会选择开公车呢 是因为我是原本住在日本 那这段时间我在日本是原本从事旅游的行业 那因为疫情爆发了 所有的团 所有的观光客都没有了 就是因为疫情影响 所以我当下决定就是离开日本 回到台湾来 那刚初期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因为受疫情影响 很多工作也都不太好找 那看了很多报纸网路求财 然后发现这个工作比较 好像比较容易入门 所以我就去考了公车司机的职业驾照 然后就顺利的入行 任何的车辆在出车前一定都会做好完备的检查 在在都是为了确保车上乘客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到底公车在出车前都会做好哪方面的检查呢 那电车的话呢就比较简单 出车前检查的话大概就是空调水跟冷却水 这两个比较会需要检查 然后车内的一些安全配备 什么车窗急迫器之类的设施检查 就是安全门之类的 做安全检查 电车的话跟油车相对比起来简单很多 公车司机算是最直接面对乘客的职业 所以常常也会遇到不理性的客人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发生暖心有趣的事情 而在路上行驶 司机最困扰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比较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暖心的乘客 我在车上跟有一个阿姨聊天 那她就很喜欢就是找我们聊天嘛 那也是比较常搭我们的客运的乘客 然后跟我们还算常见面 所以就会跟我们说说话 谈谈心 然后下车的时候呢 她就拿了一个粽子送我 那我就觉得相当的暖心啊 就感觉特别暖心 那就是像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有趣 还有就是比较值得说的话 大概就是路上的交通的情况 我们有时候遇到塞车都得开到两个半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 那有时候会耽误到下一趟的拉车 所以这个的话 这个的部分是我们比较伤脑筋的部分 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辛苦的地方 而客运驾驶最辛苦的地方又是哪里呢 我们常常大概四点钟 以我来说的话 我最常就是四点多就要起来 然后提前一小时到车厂 然后做出车前的检查 然后第一班首发车大概是五点左右嘛 那我们现在得要四点左右就要到车厂 所以有时候甚至三点多就要起床了 然后晚上下班的时间 跑完了下班大概七八点八九点也有可能 所以常常被人家说就是 出门的时候天是黑的 回到家天还是黑的 那个是我们家人常常抱怨我的一件事情 早出晚归 是职业驾驶常常要面临的辛苦 并且要实时保持身体健康 如果没有家人的体量作为后盾 相信很难持续撑下去 下次如果搭上公车 别忘了下车时 大声的对公车司机 大声的喊出那一声 谢谢